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各位 其实今天的台股非常有对称性 如果我没记错好像跌59点是最低 然后涨58点是最高 然后尾盘这多空成战之后给你涨了7点 各位不管如何还是持续的一个上攻 毕竟是好事一见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盘面的一个发展不会等你 你要自己去拥抱这个行情 当然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一定要首先把每天蔡老师的节目 准时的收看 那是你要做的第一项功课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放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忠心这两个字是很有 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意境 就如同人家说的忠心抱歉 所以说你要知道忠心 蔡老师是祝福 别人是忠心抱歉 当然都是百分百的意思 那我在讲什么你自己去听 因为近期盘市就是政治盘 反正都是不脱离政治 台湾的大大小小市 全部都是政治挂帅 那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股市也一样 来各位 昨天5月22号礼拜一 各位大盘尾盘 神龙百尾变成涨5点 盘中也是多空失杀 涨28点跌43点 没什么意义 该跌的他也涨不了 该涨的他也跌不下去 关键是指标股当然就是日经指数 昨天下午盘一开出来之后 给你再创33年新高来到3万1千点 它的历史新高是在34年前 也就是民国79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38500点 希望能够突破好不好 来 所以昨天台湾股市最高来到16202 对不对 那你看看整个的一个架构 在昨天在整个的一个外资圈 是持续5天的买超买了70亿 但是昨天的投信 一天买一天卖干脆就不动手好了 其实这也是投信的一个窘境 这种盘是赚不了钱 投信要怎么去追价 我不知道 因为毕竟从自营商拉升上来 就可以知道投信被冷冻了 所以说投信要加油 那当然自营商从原先5月17号 单日大买台股233亿 创了历史记录之后 到昨天也只剩下10亿 所以原先任养的这些全职股 好像又突然之间失宠了 所以怎么办 其实我跟各位讲不用烦恼 因为原先看空的这些 特定的一些外资系统 到昨天为止是持续三天的回补 又回补了47,532张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原先是非典型的上工 已经整个扭转成 标准的一个上工模式 所以你要好好的一个把握 那今天早上这个稻穷是跌 但是科技股市涨 所以说是涨跌互建 只不过联准会又有人在讲 升息是必然的 反正不会讲好听的话 联准会 这个美国联准会这一群人 我是觉得心态真的蛮坏的 美国一天到晚都想要做灾难性的后果 6月1号万一顽皮的跳票怎么办 全世界跟着美国死 各位你知不知道美元会暴跌 你看他会害多少人请家荡产 所以我也想不出讲美国的好话 来各位讲讲日本的好话 来各位 日本今天5月23号 今天盘中最高再创33年新高 31352点 但是早上最后一盘杀到平盘 目前下午盘跌快200点 那看看尾盘会不会又拉上去 那台湾股市我刚刚说的没错 最低跌59点最高涨58点就这样震荡 然后尾盘涨7点 这样合情合理 各位是不是 所以说不管再什么震 就像我跟你讲的 跌了它涨不了 涨了它也跌不下去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是再创波段新高16239 16239 当然主轴呢 各位你来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当然尾盘跌了一块钱而已 也跌不下去 所以要不要来挑战这个巴菲特缺口 巴菲特也真倒霉 各位对不对 好像卖台积电变成它的原罪 大家都一直攻击它 都忘了它去买日本股市 日本股市创33年新高 所以真的是前辈 真的是老手 真的是赢家 不管怎么当世界首富 各位对不对 所以不管如何 我们台积电加油 台股也加油 希望一切往好的地方发展 今天的一个联发科 持续往季线 这算是落后补涨 今天来到722 季线位置在726 目前还在季线之下的个股 通通算落势 包括面板双雄 包括货柜三网 全部都是落势 还有联发科 所以加紧脚步 越过季线再说 来各位 那真正越过季线的拉回 你反而又搞不懂 所以专业很重要 各位这是5月9号 蔡老师跟你讲的 世新KY 那时候叠绝对不会有人 讲他好话 只有蔡老师讲他好话 各位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AI晶片量产 世新它是会爆充 它会受益 盘世叠 我跟你介绍世新的一个产业面 你一定要知道 没有三两三 一般是解不出来 如果只是旧线 论线的话 一定会趁机丢石头 跌的时候 你基数面哪有什么买讯 各位 涨的时候 基数面都叫你去追高 难道不是吗 所以了解产业比较重要 是不是 不要虚无缥缈了 好不好 世新随后公布第一季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 是不是 有没有 连续两个月 三月四月创历史新高 所以到昨天世新来到 历史新高1580 我跟你讲的时候是1250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好来 今天 花旗环球 就喊蔡老师讲的AI题材 对台湾股市两档最有帮助 一档是3661的世新KY 一档是3443的创意 他好像看到蔡老师脑子想什么 他今天给你弄这一边炮子 来给你讲世新跟创意 他的投资平等 他的看法 喊买世新 他不是说创意不好 他是说创意目标价1280 那世新目标价1920 但是蔡老师当初跟你讲世新的时候 我讲的可能对他们来说还比较保守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世新今年预估要赚30块以上 去年是赚接近26 各位有没有 然后今年整体营收是8亿美元 有没有 明年2024年公司派预估 我讲的都是法说会 公司派预估要赚10亿美元 各位有没有 所以这种个股哪有可能 不值得你买 你当然要珍惜嘛 也许我讲的是针对一些房地产大户 手上二三十亿资金的人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才是专业 那今天花旗环球他讲的 更放大了 外资估算世新KY 2023年预估EPS要赚45块 会比去年超过八成 然后明年2024年还会年增32% 也就是说将近要赚六个股本 我的老天爷 那这样两千块哪有办法满足他 不管一步一脚印 我们持续的怎样 看上去好不好 持续看上去 所以世新KY今天5月23号最高来到1620 营收新高搭配历史新高 合情合理 对不对 而且完美的不得了 但是呢 他说啊 这个创意他可能没那么看好 创意有弱吗 创意还是蔡老师跟你点名的嘛 不要去买资安股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个是图利特定的业内啊 你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资安股每一档个股在涨的时候 没有法人再买 你看不出来吗 然后隔天就直接几乎给你杀到跌停嘛 是不是所以整个盘面上投机跟投资是混在一起 就是我跟你讲的官匪已经一家了嘛 你哪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所以你要自己有原则啊 各位你知道吗 不要跟错个股啦 不要跟错不要吃错饭啦 最近你们都看到社会新闻一大堆 对不对 很多的县市首长都在撇清 有什么好撇清的 不过讲到了一个撇清 我昨天看到啊 这个AI有办法仿造 美国五角大厦爆炸 哇这样的话这影响到国际上的一个安全 所以这个AI可能要调配一下 不能够用在坏的地方 我跟你讲的一个什么 花旗讲创意的坏话 但是创意今天啊 你看看这昨天啊 历史新高1315 今天的创意依旧来到历史新高1320 各位有没有 而且AI是不是主要就是看 辉达跟超级 NVIDIA跟AMD有没有 来 今天早上NVIDIA小跌一点点 但是AMD再创波段新高 涨了2.06% 最高点108.79美元 有没有 注意啊 这就引申到蔡老师近期才跟你讲的股票 各位叫翔硕啊 今天5月23号翔硕再创近期新高1310块 看清楚哦 翔硕哦 来注意哦 我都有评有据哦 5269是不是翔硕 1180有没有 是上礼拜四5月18号 蔡老师当周最后一档给你讲的个股就是翔硕 那时候 今天1310嘛 来你看看 1000块调到1300块 是不是 证据都在这里翔硕永利多 有没有 11805月18号上礼拜四6点57分 有没有 是不是高速传输界面IC族群 威风普瑞跟翔硕 还要证明什么 来 再来证明一下昨天讲的中立超商浩克哥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大成 为什么 明明买一个鸡块而已 只是口味不对 不会旁边买一下黑胡椒 对不对 还去惹了两个警察还害到分局长 这也非常的有问题 对不对 还说是特战散兵的 那代表他没办法成为新战特种部队 以后战争的时候没办法派去破坏敌后方 因为EQ有问题 他可能会了要一块肌肉就被公安抓走了 你没想过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不好 但是不管如何 缺肌肉 是不是 有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蔡老师跟你讲的 鸡肉 有没有看到猪肉鸡肉 有没有 是不是 你看到蔡老师除了给你介绍电子股 我还给你介绍这个传产股的大成 蔡老师台南人 这嘛台南企业 所以他要建台南的一个什么 营运总部的一个大楼 20幼 各位 昨天的一个大成54 有没有 是不是 是吧 今天的一个大成55块2 是不是 来 55块2 近期新高 3月1号的高点55块5 但是当天 将近4块钱的上影线 经过这两个月 已经把它吃掉了 目前要续创 基本上收盘已经新高了 代表这个555必过 这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得出结论 其实股票你要去了解它的产业 正要了解它的营收 营收会把股价往上推 不要一天到晚只懂得就线路线 那都是落后指标 各位 2634的一个汉翔 有没有 不管蔡总统有没有点名 国防要不要自主 反正他就是强 蔡老师30多块跟你讲的 5月3号60块 已经历史新高了 已经帮你赚得盆满钵满了 有没有 这一次又要来挑战新高 能不能过 当然希望赶快过 不到3块钱就过了 是不是 有没有 当时跟你讲35块1的汉翔 有没有 是吧 三引擎 各位是不是 飞机零件族群 各位有没有 所以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一定是如此 不是在设飞标 不是在乱拆 要有评有据 蔡老师的节目是早中晚 都呈现在各位最真实的一面 因为我的节目都是live的 没有再跟你预录的 所以礼拜四 很抱歉 礼拜四我的节目借给财政部 去开统一发表的奖项 但是蔡老师依旧会在YT YouTube这边录制 盘后节目 所以你还没有加入蔡老师 生活圈的赶快加入 免得你礼拜四 你没看到蔡老师的节目 感觉 今天股票都没有一个好的顾问 都不晓得怎么问 对不对 品封大中华 直接搜寻进去官方账号 好不好 直接按进来 公司的玄关 所以说 希望大家为了明天礼拜三 的一个获利提早做准备 好不好 提早做准备 所以2023年 要怎么样投资台股 一定要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准没错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官 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 严信帮大家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各位 做股票就像在大海里面 捕鱼一样 各位 一样的难 不是一样的简单 各位 有一些鱼捕到的是有毒的鱼 你吃不下去 你也不能卖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是每一种鱼 都适合你去打猎 跟股市一样 你看红通通的 那都是人家刻意拉上来的 你一买就倒给你 所以在股市里面 就像在大海里面 你一定要上丰盛号 让蔡老师来保护你 避开三尊头跟M头 以及利空 用完整的陆海空三军 我们随时备战 就像今年的汉光演习一样 就准备的一个假设情境 明日就打 各位你知道吗 要有这种心态 蔡老师也邀请你 产业面不足的 赶快加入蔡老师的一个家庭 大家庭里面 好不好 赶快来今年产业 我们用产业选股 加上纪律操盘 好不好 来你看看 这今天 外销订单连八 出口不妙 这不重要 还是涨七点 真正重要是什么 要吗 美国耍无赖 各位 你有没有想过 万一六月一号美国 他跳票怎么办 他债务协商不过怎么办 世界各地的投资人 都是在美国 供在海洋中游泳的鱼 美元好比是水 如果美国政府 自愿回约的话 几乎无处可躲 2008年不就是 他们惹的吗 2008年 蔡老师创业五年 各位 有苦难言 你从事金融业 证券业都知道 所以我也跟各位说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 叫做 前塘江观潮 好不好 叫做 水岸第一排 我不是叫你去美储 各位你搞错了 前塘江观潮 水岸第一排 就是这 各位 这叫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避无可避 你要什么去倒 所以呢 你只能随时备战 各位 而且要全面备战 好不好 专业能力不足的 战力不足的 蔡老师来支援你 你来看看昨天 昨天不就是 这个利空吗 欣欣砍资本支出 幅度超过15% 昨天是不是 欣欣跟南电 跌给你看 有没有 是不是蔡老师 及时救援 昨天市场上 最烂的不就是欣欣 只有蔡老师 跟你解欣欣 昨天第二烂的 不要讲第二烂的 跌的比较轻的 就南电 只有蔡老师跟你讲说 今天南电股东会 等着好戏开罗 狗声哪向 就全面反攻 不是跟你讲 全面备战吗 是不是 汉光演习就是这样 假设明天就打 要有赢的准备 各位你知道 要有赢的准备 听得懂没有 各位 所以 17档 董监改选题材 不就是欣欣跟南电吗 西方 今天 南电股东会 下午还法说还没完 他上午是股东会 决定18块 好来各位 我算给你看 那时候得到消息 他确定配发股利18块 那时候的南电是286.5 我马上算了一下 殖利率6.28% 你就可以算6.3% 你也可以把它算6%以上 法人会不会买我问你 6%以上这一档个股法人会不会买 买给你看 尾盘冲高到290 收盘收289 昨天跌的不是全部都把它吃掉了吗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鼓励 有没有 欣欣也一样 昨天重灾区 今天马上反弹 超过昨天跌是2分之1 反弹有效 至于景硕 我为什么不讲 去看看社会新闻 听说好像又要休假 我不讲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选景硕 好不好 3231的尾创28.9 今天54.9波段新高 对不对 涨了9成 对不对 森达科也一样162 各位有没有 今天也是波段新高 是不是 还有什么 连羊 73.1今天110块 波段涨幅50% 是不是 各位都写在这里 还有包括亚翔也一样 各位 所以赶快向外学习 快速行动 你才可以得到节约人生成本 缩短成功的时间 有因才有果 各位做股票 千万不可以投机 也不要乱跟单 好不好 你周遭的讯息很重要 千万不要跟错人 也不要跟错一些错误的资讯 希望大家为明天礼拜三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 还没做准备了 蔡老师在这里等着支援你 2023年一定要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一个资讯 来做股票准没错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各表价正确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